这个东西它真的就是这样用的 真的不是我在乱搞 今天来玩BW-2冲锋员 也可以叫它生化恐龙 这个恐龙其实是由这个小飞机升级而来的 至于它是怎么升级的 今天就展开讲一下吧 最开始的冲锋 在BW-2里的地位 可以说是最底层了 基本上就属于那种人菜饮还大的人物刻画 然后它就去求升级之后的微笑天 赋予它新的力量 后来经过微笑天的能量灌输 从而获得了新的形态 这个就是它从飞机变成恐龙的整个流程 虽然说获得了新的形态和新的战斗能力 但是它脑子还是原来的脑子 所以它虽然能力提高了 但是依然没什么用 这个模具是由世界出恐龙勇士改过来的 不过改的确实是很帅 下面就看看变形结构吧 刚才拿掉的尾巴 看一下这个按钮 就可以把这个叉子发射出去 所以说这个配件非常容易丢 还可以展开 然后按动这个黑色的按钮 从这个地方可以拔下来 然后放在手上 但说不说它能把这个模具改成这样子 确实也是下了很大功夫了 好了这款冲锋源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节目 接着 一点 我们来看 在家里 您手东西 收拾 Risk 您 您 您 вс